一个起手的定位不光是送东西 也要看看顾客备注需要什么 现在的顾客也太会备注了 师傅 麻烦帮我送上楼 谢谢 麻烦楼上帮我买包烟 谢谢 我还没有答应呢 你就开始谢谢 感觉城里人真聪明 一句谢谢就断了我拒绝的念想 我妈要是会这一招 那我肯定早脱单了 老子麻烦今天带个女朋友回来 谢谢 当然也会遇到那种奇葩顾客 有一次去餐厅取餐 顾客就在餐厅 要求我把他跟餐一起送回到家 说是叫外卖比打车回家还便宜 我拒绝了他 说我们平台有规定 禁止配送活物 随后就收到一条差评 理由是司机巨载 现在我们的业务越来越广泛了 除了送东西 现在也可以帮顾客帮买 排队遛狗 甚至也会有陪美女逛街 陪美女跑步 陪美女推本 这些单子都有 这些单子我都没有接到过 好不容易抢到了一次陪美女跑步 美女一看到我就自己一个人跑了 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困惑 为什么离我这么近 却要绕很远才送到手上 我经常手上会有三四个单子 是按照时间紧迫度送 完全是系统控制 当然如果中间有人催 那我就先送那个 所以说脾气不好的人 容易先吃上外卖 但发脾气会导致得胃病 真的是先到先得呀 骑手有时候会因为着急 违反交通规则 我就被交警拦过 交警说这次就不罚你钱了 但是得给你个教训 你发个朋友圈检讨一下 我就发了 真的有人啊 本人于今天中午两点 因为闯红灯 违反交通规则 现在认识到错误 希望朋友们以我为鉴 遵守交通规则 过马路左右看 红灯停绿灯行 现在需要三十个赞 再满交警才肯放我 挺涉死的 我朋友圈六百个好友 十分钟才收到六个赞 和四十多个 哈哈哈哈 我说朋友们赶紧点赞啊 我还要上班呢 这个时候有两个朋友 看到我的评论 他们取消了点赞 导演问我 给顾客有什么想说的建议 我说建议大家 没事不要点外卖了 开玩笑的 其实大家对外卖小哥挺好的 还有人呼吁 下雨天不要点外卖 我觉得也不用 有的外卖员 还是挺愿意 在下雨天跑单 因为挣得多 也不怕超时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是道德制高点下的屋檐 还有 elo是 请取下保护 请取下保护 您尽快安